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新年快樂,祝大家身體健康 好像一隻牛那麼壯健 然後牛氣沖添,未來一年都行大運 現在晚上還未有得出去吃飯 所以我這個不專業小學生廚房又要出動了 上次就包雲吞了 今天這個一樣沒有技巧 只要你懂得開貨、關火 就可以煮到一個看下去、吃下去都可以騙人 新年又很適合的花膠餛吞雞湯 其實不是什麼獨門秘技 我也是上網看了不同的食譜、不同的影片 然後加一加減減 變成了一個屬於我自己的懶人簡易版 實在太多人想我拍的關係 有一天我煮的時候想起 就馬上拿起相機 然後就拍了一些很家常 又不太遷就角度的影片 希望大家都不要介意 不說太多廚了 我們現在馬上開始煮食 這裡就是我們今天要用的材料 首先會有一些瑤柱 其實我們不是用一些很漂亮的 都是一些很小顆的瑤柱 然後就是一些花膠 這些是平時chopper用來吃的花膠 今天趁chopper不在家 我就偷了它來用 然後就有半隻雞 有一點金華火腿 還有薑 其實那些材料就已經齊了 是不是很簡單呢 第一步我會先洗一隻雞 我會用粗鹽 特別是它裡面這裡 看到很髒 還有內臟全部都要清掉它 那就會放兩斤粗鹽 然後就擦它了 看到嗎 這裡裡面是藏了很多內臟 那就要撕掉它們出來 前面也一樣 那就用少少粗鹽 那就散散它 特別是這些 摺位 這些鬼書位 全部都要散掉它 讓它表面上的髒東西 全部都已經散了出來 看起來很複雜 過程其實很快 之後用清水把鹽全部洗乾淨就可以了 再之後我就會加一點鹽 加點水 浸一浸雞 浸它大約十多分鐘左右 在浸雞的期間我會開始剝蝦 準備一會兒包雲吞 蝦頭和蝦殼都會留下來 遲些可以用來煮蝦湯 整理完蝦時間差不多 就可以把鹽水倒掉 再用清水把雞洗一洗 之後就要進行飛水這個步驟 我們冷水的時候下薑和雞 之後直接開大火 讓水慢慢變熱 這個過程叫做跑活水 可以把肉裡面的雜質全部逼出來 就是你們現在看到 旁邊很多白色的泡泡 期間我會用撈把白色泡泡全部撈起 然後就會把雞反轉 令到兩邊均勻受熱 你會看到其實真的逼到很多白色泡泡出來 撈一下撈一下就到水滾了 我們就可以拿一隻雞出來 在水滾的期間 我們準備了一盤冰水 然後將飛完水的雞 馬上放進冰水裡 我會把雞皮那邊 向著冰那邊 讓它立即收縮 然後有彈性 待會煮湯的時候 就不會容易爛 而在雞浸在冰水期間 將金華火腿順便飛一飛水 不用太久 目的不是想去煮熟 我們只不過是怕煮湯太鹹 所以現在先沖一下 先沖一下 最後花膠也要飛水 我想說 切到現在都不知道 我偷了它的花膠來煮湯 大約8分鐘左右就可以了 已經可以拿出來 材料準備好了 這次我會用24寸的陶鐵鍋 我的習慣是先放一隻雞 然後把金華火腿全部放上去 之後就把花膠全部放在旁邊 我想次序不是很重要 最重要是把東西全部放進湯裡 之後我會把瑤柱仔和瑤柱水全部倒進去 這個量可以令湯清甜到多很多 和炆菜不同 煮湯的時候我會加冷水 然後水要蓋過材料 想逼食材的味道 我會開大火 然後蓋上鍋蓋 大約煮30分鐘左右 煮湯這半小時千萬不要浪費 我會用這個時間來包雲吞 這次我想試一下把豬肉和蝦 分開調味來包 但是我覺得也是上次的影片方法 包得比較好吃 包完兩打飽滿的雲吞 都不用30分鐘 真是簡單快捷又好吃 說時遲那時快 已經過了30分鐘 打開煲蓋看看裡面是怎樣 大家看到水其實已經沒有了一半 但是湯變得非常濃郁 是奶白色 這個時候我會再用凍滾水把它加滿 再蓋過食材 然後把雞反轉 你看到其實也挺難的 因為我怕雞會弄壞 不要看了 所以我就沒有用筷子了 我用夾子去做 我們繼續用大火等水滾起 當你見到外面有煙 水滾起的時候 我們就再關上鍋 然後把火調到最小 煮一個半小時 其實來到這裡 已經大部分工序都做好了 現在只需要 就是等待 眨眼 又過了一個半小時 打開看看雞湯已經非常濃郁 聞下去 完完全全是那種高湯的香味 這個時候 把之前包好的雲吞 逐一放進去 吃多少 放多少就可以了 雲吞吃不完 可以流來打火鍋 或者煮麵 都沒有問題 自己包的雲吞 比起外面買 真的一點都不會輸蝕 大約三至五分鐘 你看到雲吞浮面 蝦變了橙色 就代表熟了 這樣就已經煮好了 一鍋滿滿材料的花膠雲吞雞湯 這樣就完成了 其實只需要時間 就不需要太多的技巧 就已經煮好了 你們看一看雞肉 一煮下去就已經化了 不要以為煮這麼久 肉會很老 其實它們很嫩滑 很香濃 而且很好吃 吃完雲吞和花膠 記得要喝湯 這個才是精華所在 這個份量大約兩至三個吃 就剛剛好 完全是比外面吃 好吃很多 因為封劍油人的材料 你煮和我煮的東西都不一樣 所以味道其實也有少少不同 說開又說 花膠點這個甜醬油 真的絕配 粵和軟 這個甜醬油真的超好吃 好了 大家看完影片 有沒有發現這個湯真的好容易煮 其實煮它也挺有成就感 因為大部分的時間 只不過是等 形成了一個作品出來 很香 很濃郁 然後好像外面吃幾百元一盒 所以希望大家今年新年 如果想不到有什麼菜想煮 又怕自己煮得不好的話 真的試試這個花膠雲吞雞湯 放心 一定經驗到你的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按LIKE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幾條新片 逢星期六到三點 星期日到十二點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